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但受刑人是饱受折磨 拥挤摩擦所衍生的暴力和伤害事件也不断升高 为了保密隐身在黑影中的马里欧 2001年因杀害一名政治人物的亲戚 遭当局谋杀的罪名关进了奎松市监狱 这次60年前设计建造的监狱只能容纳800名受刑人 但却硬是挤进了3800人 受刑人连睡觉的地方都成问题 必须轮流在露天的篮球场打地铺 还有的睡在楼梯间 每一个阶梯躺一个人 大家像是挤沙丁鱼寺的 一个挨着一个缩着身子 连翻身都没有办法 卫生条件更是害人 受刑人住三餐的地方 一旁居然有人洗澡如厕 肺结核、皮肤感染、腹泻和败血症 一个传一个 伦敦大学犯罪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料显示 非国欲所拥挤程度排名全球第三位 全国监狱的平均收容量都超过正常值五倍 而情况还有可能急剧恶化下去 总统杜特蒂上台以来发起的扫黑运动 毒品相关罪名被捕的人数就超过4300人 他还要警方以三倍的努力逮捕更多的人 有没有继续在这些扫研究中心 准备你的努力逮捕 准备它们如果需要 我们不会停止 到最终的毒品 最终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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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被捕或被捕或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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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捕的 对特地五月赢得大选以来 葵松市监狱待审 尚未被定罪的受刑人增加了300人 尽管预方经常安排舞蹈比赛或是球类竞赛等活动 试图舒缓受刑人身心 但还是难以一直暴力冲突发生 Ang big factor na kakapag-contribute is yung mabagal na usad ng ustisya Kung mabagal ang action ng court, the tendency is for the population of jail to expand Mas maraming pumapasok kaysa nakapalaya 司法部长阿奇瑞接受法新社访问时指出 当局正在寻找合适的地点建造新监狱 同时也下令法院将毒品案件列为优先处理项目 但总统府马拉卡南宫对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却不致一词 一名在奎松寺做了七年冤狱的前兽行人纳若格 出狱后前往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取得刑事刑法学位 以他自身的经验写了监狱内的自由与死亡一书 纳若格对法新社表示 非国监狱种种不人道的现象 已经形成了一种另类的人道危机 菲律宾雷利峰行的在扫毒 而印尼总统佐科威对毒贩也不宽怠 佐科威上个礼拜第三度下令执行死刑 这一次有四个人被枪决 其中有三个人是奈吉利亚籍 而印尼目前还有165位死囚 其中至少有66个人和毒品案有关系 不顾人权团体外国政府跟家属的抗议 印尼政府29号凌晨处决4名毒贩 包括一名印尼人以及3名奈吉利亚人 原本印尼当局列出要执行死刑的名单有14人 还因此引发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的关切 呼吁印尼政府暂停死刑 印尼总统佐科威上台之后 承诺要改善人权 但这已经是他任内第三度为了打击毒品犯罪执行死刑 佐科威认为印尼毒品问题严重 每天也有30多个印尼人因为吸毒送命 因此上台以来对于毒品犯罪态度强硬 印尼目前的165个死囚 至少66人跟毒品犯罪有关 亚加劳的法律辅助机构透露 名单中的10名外籍死囚 分别来自耐吉利亚巴基斯坦印度跟辛巴威 印尼政府刻意处决外籍毒贩 除了减少印尼民众对于处决毒贩的批评 争取民众支持打击毒品犯罪的强硬政策 这次名单中没有欧美人士 因此没有受到来自国际的太大阻力 不像去年印尼处决两名澳洲毒贩 澳洲随即召回大使抗计 两国外交关系一度紧张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毒品市场 根据印尼官方统计 目前印尼约有450万名吸毒者 其中120万人是重度成瘾 最难影响象的是印尼吸毒者 年纪最小的只有10岁 印尼每年因为毒品问题造成的经济损失 高达48亿美元 印尼毒品大多来自境外 因此为了杜绝外敌人士夹带毒品闯关 左科威上台后已经处决了15个外国毒贩 另外有三名台湾人 因为夹带安非他命招判死刑定验 但不在这波处决名单 记者陈秋梅报道 李约奥运今天开幕 但是国际特赦组织指控 为了办世界杯足球赛汉奥运 李约这几年有超过2600人命放警察枪下 而巴西民众的基本人权也遭到侵犯 2009年李约深奥成功之后 当局雷厉风行整顿之安 扫黑行动一波波 市主赛举办的2014年 李约警方在执勤过程中 枪杀民众的数字更是暴增近四成 总计到现在 已经有超过2600人面上警察枪下 除了警察以打击犯罪的 名义滥权过度使用武力 李约奥运侵犯人权的事项 还包括兴建场馆的过程中 强迫民众搬迁 强迫劳动或是剥削劳工 巴西政府还以反恐名义 限缩集会前置言论自由 另外一号时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还拍到当局为了整顿市容 驱赶市中心的街友 甚至强行把他们的个人物品丢进垃圾车 而为了奥运能顺利进行 巴西政府动员6万5千名园警 两万名军人驻守领约 但是巴西军人没有接受过警察的维安训练 也成为人群团体关切的焦点 人群团体要求国际奥委会 未来能适度规范奥运主办城市的人权反贪标准 并对违规行为加以制裁 不要再让四年一度的世界级赛事 成为侵犯民众基本人权 甚至滥杀平民的借口 记者陈秋梅报道 办奥运可以赚到形象和观光潮 但是却难免会劳民伤财 第一月奥运已经花了超过6500亿的台币 让巴西的财政是雪上加霜 而四年前的英国伦敦奥运 虽然只花了台币4200多亿 但是衡量利弊得失之后 这最后的结果仍然是令人惋惜 从英国政府的角度来看 四年前的伦敦奥运无疑是一大成功 但奥运所花费 这和台币4200多亿的投资 预计在2020年将四倍回收 英国观光业受贿最大 奥运后吸引了350万外国游客 奥运红利还包括催生了1966年以来 最大一波婴儿潮 也带动全民运动的风气 伦敦奥运的建设目标是 翻新破落的伦敦东区 打造绿色奥运 史特拉福特的主场馆 盖在一块重污染的工业荒地 200万吨土壤经过进化后重新使用 选手村也是环保无顶 等奥运结束后陆续转为社会住宅 伦敦事前预估 奥运将为地方创造3万个工作机会 加上新建全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 维斯特菲尔德 当时的伦敦市长强森宣称 东伦敦将因此写下惊人的再生故事 如果不是奥运 不可能这么短时间达成 但东伦敦的居民可不这么认为 说好的选手村社会住宅 有一定比例卖给了杜拜主权基金 按试价出租 史特拉福特新建的国际级火车站 跟超大购物中心都在新的市区 铁道另一端旧社区没有改头坏面 还因为奥运三年来房价飙涨了27% 穷人连老旧社区都在也住不起 2012年这场伦敦奥运 施加在2008年 烧掉430亿美元 处处华丽的北京奥运 跟2014年史上最贵 耗资500亿美元的俄罗斯索契冬季奥运之间 环保不铺张的规划已经务实许多 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后 22个崭新的场馆荒废了21个 拖垮经济因见不远 礼乐奥运恐怕也难逃 重蹈覆彻 近年来欧美国家一提升奥 人民就大声反对 丹麦政府2012年的研究报告甚至说 日后只有不民主的国家 才能漠视人民反对 好洒公堂举办奥运这种面子工程 记者施惠中报道 委内瑞拉的社会动荡不安 很多人甚至连食物都买不到 让罢免马杜罗总统的行动 现在几乎是溅在弦上 反对派推动的罢免案 这个礼拜是跨越了1%的选民门槛 接下来只要能够收集到400万钱的联署 就可以举行罢免公投了 连续三年陷入经济衰退的委内瑞拉 又爆发抢粮事件 这部满载面粉准备前往超市卸货的卡车 初中在东部拉克鲁斯港遭到民众打劫 等到警察抵达现场时 卡车上面粉已经一爆不胜 像这样的暴力抢粮 估计每天超过10起 委内瑞拉不止经济崩解 治安败坏 左派政府同样岌岌可危 去年12月 赢得国会大选 中间偏右的反对派 致力推动公投罢免总统马杜罗 本周跨越第一个门槛 反对派收集到20万份有效罢免连署书 跨越超过1%选民的门槛后 随即将选委会递交陈情书 要求赶紧订出下个阶段 必须收集到400万人连署 让公投成立的时间表 何时举办公投 有关委国政局接下来的发展 反对派人士正极力推动 在明年1月10号以前 举行罢免公投 因为过了这个期限 马杜罗六年总统任期将进入第四年 届时即使罢免公投过关 也不必再重新举行大选 而是由亲马杜罗的副总统 以斯杜利斯继任未完的总统任期 如果公投能在今年完成 马杜罗遭到弹劾 就能提早举行大选 终结左派政府 目前民调显示 在经济萧条 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 马杜罗有可能输掉公投 马杜罗已经扬言 即使反对派顺利打标 取得20%选民的联署支持 公投仍将在明年举行 亲政府的选委会也跟着起舞 指控罢免联署存在炸弃舞弊 官方已经发到第9000起诉讼 看来反对派这起逼宫戏码 是否能如愿还很难说 而在未有定论之前 受苦受难的还是广大人民 目前美国通膨飙升到700% 民生物资严重短缺 许多人已经散散不计 据展作会面报道 64岁的小池百合子 上个礼拜成为日本东京都 第一位女知识 小池百合子本来是电视主播 40岁从政之后 从参议员一路做到防卫大臣 最后是前进东京都 每一次都是日本政界的女性第一人 接力跳 接力跳 G31号日本东京都诞生了 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知识 小池百合子 在支持者的欢呼声下 小池不断感谢民众相挺 1952年出生的小池 现年64岁 从政路程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政界的天之娇女 相当顺利 大学时期前往埃及念书 在开罗大学毕业后 就从事阿拉伯语的口译 1979年开始 在日本电视台当助理主播 到了1988年 穿了东京电视台节目的 第一代主播 1992年 他代表日本新党竞选参议院议员 以政治新人身份当选 隔年辞去了参议员竞选众议院选举 依旧再度当选之后 被当时的首相戏川护西向中招揽 成为总务行政官员的副手 之后小池历经日本新党 新进党跟自由党 保守党等政党经历 直到2002年加入自民党 在当时首相小泉淳一郎任内 第一次入阁任职环境大臣 在2005年任内 推行夏季服装轻变化政策 以节省空调电力耗费 根据日本业者出估 至少帮政府省下了1100亿日元 2007年小池在安倍政权下 担任防卫大权 缔造日本史上第一位 女性防卫大臣的记录 之后更在自民党内 任职总务会长 深入政权核心 也是女性第一次担任 其党内的高层职务 在从政路上 小池创下不少女性第一人的记录 在市民心中拥有相当高的人气 这次选上东京第一位女知事 不少民众都期待 小池能够再发挥强悍的努力 解决东京都奥运 代际儿童问题 让东京都的政务真正透明化 记者只是通过道 东京选出第一位女市长 而在阿富汗这个更为父权保守的社会里 也有一位唯一的女省长 她出任省长一年来 外界抵制的声音从来没有消退过 连她的丈夫也老是被拿出来消遣调侃 因此要能坚守岗位 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毅力 阿富汗唯一的女省长 现年37岁的穆拉迪 在长期由传统不足长老把持的地方政府中 是个极为突出甚至突兀的存在 穆拉迪有NBA管理学位 出任省长前是阿富汗中选会的官员 能力无庸置疑 但就任一年多来 所到之处仍然充满敌视与不信任的眼光 穆拉迪主政的戴孔迪省 位在阿富汗最中央地带 群山环绕 冬天冰封好几个月 农业经济看天吃饭 这几年来外国援助越来越少 失业率越来越高 地方议会长期都是男性俱乐部 建设计划纸上谈兵 有学校但没有校舍 有医院但是没有医生 患上女省长推改革 阻力自然不会小 连她的丈夫处境都很尴尬 阿富汗现任总统贾尼 2014年上台 承诺重用女性 任命了四个女部长 四个女大使 两位女省长 还提名一位女性大法官 不过女大法官人事案遭议会否决 另一名女省长也早就在地方宗教势力抗议下被换掉 联合国呼吁贾尼总统更努力支持旗下的女性官员 在穆拉迪之前 阿富汗史上的第一位女省长 是2005年到2014年出任巴米安省省长的萨拉比博士 萨拉比长期投注女性教育 当过妇女事务部长 前总统卡扎任命她为省长后 也是在抗议声中上台 却以实际政绩让反对者慢慢改观 2013年获得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 表扬她在文化歧视等不利条件下 带头建立有效运作的巴米安省地方政府 萨拉比在2014年总统大选时 成为候选人前外长拉苏尔的副手搭档 支持率排在九组候选人的前段班 虽然没有当选 但对于推动女性参政 自主投票 发挥影响力 仍然起了相当的鼓舞作用 记者是会中报道 印度有一位平民铁娘子沙米拉 她因为抗议军队滥杀百姓 从2000年开始绝食抗议 成为全球绝食时间最长的异议人士 在绝食近16年之后 沙米拉本月终于结束了 这一场非暴力的抗争 投入地方选举专战政坛 有印度曼尼普尔铁娘子之称的沙米拉 本周在印度曼尼普尔邦法院外表示 她将在8月9号结束将近16年的绝食抗议运动 并计划投入明年的地方议会选举 沙米拉这段16年的漫长绝食之路 让她成为全球绝食抗议时间最长的人权斗士 7月2000年的11月2号 沙米拉亲眼目睹印度士兵 任意开枪打死10位老百姓 当中包括学生跟老人 由于印度实行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 开枪士兵并没有因此接受法律追究 这个在英国殖民时期 1958年所通过的法律 认识安全部队在没有任何授权的情况下 自由射杀或逮捕任何人 沙米拉卑分之于决定仿效印度圣雄甘地 展开绝食抗议 要求当局撤销这项极不合理的法律 但她绝食不久后 就被指控绝食自杀未遂 遭到羁押 在印度 这项罪名最高可被判处一年徒刑 沙米拉绝食期间 不吃不喝也不刷牙 甚至不洗头或剪指甲 她被强制送往曼尼普尔邦的医院进行监控 院方强行透过笔管 每天灌食两次以维持生命 每隔15天 法官就会问沙米拉 是否愿意主动进食 但她总是回答不 至今已经问话超过300多次 她向法官表示 她热爱生命 不会轻易结束她 但她更渴望公正与和平 沙米拉强调 她只是在进行非暴力的抗议 并没有打算自杀 如果结束绝食 政府能够结束法令 她愿意拔出管子 沙米拉从28岁 绝食到44岁 印度的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 依旧没有废除 沙米拉的友人表示 绝食的体制外抗争 显然已经无效 因此她决定终结绝食抗议 转成政坛 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 投入2017年的地方议会选举 透过体制内的力量 达到废除该法的目标 此外也计划自己的婚姻大事 记者居然心目唠叨 自从协和号客机 在2003年除役之后 全球就再也没有超音速商业客机 英国航太和欧洲太空总署 正攜手资助一项计划 希望能做出五倍音速飞行的客机 比协和号还要快上2.5倍 这是英国航太工业界 想象中的超音速飞机 研究计划全名为 长城先进推力概念与科技LabCAT 预计五马赫 相当于协和号科技2.5倍的速度 航行于9万2000英尺的高空 另一种可能是画面上 这架黑色的太空飞机 新式的喷射引擎 不仅让它可以加速到五马赫 还能变成火箭引擎 直接飞进地球轨道 把卫星安放在预定的位置 现有的火箭引擎 要用庞大的燃料箱 来储存所需的液态氧燃料 但研发中的引擎 则是以充满氦元素的管子 把吸入喷射引擎的空气 从摄氏1000度的高温 急冻到零下150度 时间只需要百分之一秒 这就是一个温暖氧化的空气 在这种程度的空气 这意味着我们将转发高速飞机 第一个 我们真的非常关注于 是它使用一个船船 非常快船船 但船船无法 besidesación �éubs kahly.ufdl turn it so subtly into a rocket and then fly into orbit do a job return come back again the second thing that it enables is very high speed terrestrial aircraft so for example a air craft carrying 300 passengers could go from Europe to Australia in about 4 hours 4 and a half hours 如果是当成太空梭,在大气层外的飞行速度更能达到25马赫,相当于每小时28万多公里。 当然,这种新科技的研发需要不少时间。 研究团队表示,引擎测试预计在2020年之前进行,而整架飞机要做到商业化使用还要更久以后。 记者徐佳仁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台湾却传出有意要撤除Uber的投资许可 创立在美国加州的Uber公司,透过手机APP的轿车服务 这几年的确是颠覆了全球私人运输市场 但也不断的引发争议 尤其是传统计程车业者更是激烈的抵制抗争 全球最大轿车平台Uber本周宣布 该公司中国业务将与中国网约车龙头滴滴出行合并 合并后滴滴的市值增加到350亿美金 Uber只占其中的20% 滴滴占了8成 Uber这几年在中国的烧钱策略 显然踢到铁板 但为了打进中国利益庞大的线上轿车市场 也只能惨败被并 专家认为 双方达成战略性合并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 一切都是为了钱 DeeDee和Uber的投资者 想要在中国的投资竞争取消费竞争 所以金融会会帮助两个公司 在过去几年 他们有很多投资 在中国的投资市场 尽管中国Uber被并购 但至少不用再每年惨赔10亿美金 而且还能拥有滴滴出行20%的股权 不算空手而回 最重要的是 在中国能合法化经营 更比Uber在欧洲的处境好太多 尽管这几年Uber砸下重金 正对招募司机 以及挖角传统计程车的乘客 拍摄多波形象广告 主打自主性 快速便捷 加上时尚感 在发源地加州 已经取得合法资格 但Uber在欧洲各国 还是无法畅行无阻 毕竟在欧洲 要考上机车车的营运执照 相当不容易 平均要花上好几年时间 要成为Uber旗下司机的门槛 相对较低 只要有驾照 车子干净就可营运 法国计程车业者 对Uber抢饭碗的行为 抗议最为激烈 烧车又砸鸡蛋 而英国尽管在2014年7月宣布 Uber可在伦敦合法经营 但两年来 传统计程车司机的抗议不断 今年2月 黑头车再度集结 瘫痪伦敦交通 法国法院今年6月 以Uber非法经营计程车业为由 寄出相当于2830万台币的罚款 也对Uber两名高阶主管 各罚款177万台币 德国也在今年6月重申 维持对Uber的禁令 丹美法院今年7月 对6名Uber驾驶开罚 至于意大利西班牙 匈牙利等国政府 也都认定Uber违法 Uber创立7年以来 业务扩展到全球66国的449个城市 目前市值高达680亿美金 是全球最大的未上市初创公司 但在网路就是一切 消费者倒向的时代 各国要如何面对Uber大军 持续压境 绝对是棘手又无法回避的难题 记者居然先报道 离岳奥运已经开幕 而下一届的奥运 则是由东京来举办 拜日币贬值的影响 日本近年来外国游客的人数大增 但是旅馆客房贵又不够用 Airbnb等短期的日租民宿 虽然受欢迎 但是却多数都不合法 日本政府现在有意思要拥抱共享经济 计划在东京和大阪两大城市 规划特定的区域 让民宿来合法化 解决客房荒 但是却受到饭店业者 和老住户的抵制 三年前日本东京深奥代表团 混血女主播这句真心款待 道出地主播的热忱 让人印象深刻 此后在日元贬值政府政策推动下 前来感受日本真心款待的外国人 人数暴增 去年达到1970万 比前年成长了47% 旅馆房间明显不够用 近年来兴起的Airbnb等民宿网 成为省钱 又能体会在地生活的新选择 一年内已经有超过50万外国观光客 透过它找到落脚处 日本在Airbnb登记的民宿房东 有2万多人 不过其实多数都不合法 因为日本法律对旅馆经营规模 与消防规范严格 有的法规已经70年了 早就不合时宜 一般民众很难申请通过 虽然执法扫荡非法营业不容易 但一旦被查获 屋主可能就要被罚款1万台币 或者面临半年的牢狱之灾 现在有业者会请客人 必要时配合撒个谎 不仅如此 注重隐私的日本人 也很排斥住宅区 有外国人经常出入 有时深夜喧哗造成困扰 甚至影响治安 此外正规的旅馆业者 也不满非法民宿 低价抢客 却不必受相同的监督 是不公平竞争 日本成为继西班牙 德国 法国之后 民宿共享经济攻防站 又一个新热点 民宿共享经济攻防站 民宿共享经济攻防站 又一个新热点 民宿共享经济攻防站 民宿共享经济攻防站 又一个新热点 安美政府去年10月 召开国家战略特区咨询会议 决定从今年起 特例放宽条件 以现有旅馆业法为基础 让东京与田机场所在旅馆房间 早已经公布应求的大田区 以及大阪府大阪市 合法经营民宿 地方政府跟房仲业者 积极投入立法与策划 希望善加利用都市空污 活络地方经济 也创造更多商机 记者 十位中报道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这个星期公布了最新财报显示 今年4到6月出现了 连续第13季的亏损 但是执行长马斯克的企图心依旧很旺盛 公布财报的同时 他也宣布 诟病了太阳能发电公司Solar City 来进行产业整合和多角化 不过市场分析师对此的看法 是相当的分析 特斯拉自从2013年1到3月 昙花一现的盈余之后 今年4到6月 已经是连续第13季出现赤字 但除了持续在加州扩厂 提高生产效率 还准备进行产业整合 目标瞄准同样由马斯克出资 并担任董事长的Solar City 除了以太阳能发电系统安装与租赁 作为主要业务 Solar City也在几年前 跨足电动车充电产业 尽管美国不少地方政府 鼓励发电厂向设置太阳能板的家户与企业 购买多余的电力纳入供电网 但夜间仍需用电时 就有赖事先在电池储存的电力 不过家庭和企业用的电力储存装置 目前技术还不成熟 价钱也太贵 无法推广到足够的经济规模 形成恶性循环 加上全球的特斯拉充电站 也还不到700个 使用起来相当不便 于是马斯克就把脑筋动到电动车上 让特斯拉汽车的电池 用来储存太阳能发电的多余电力 希望能有更多消费者 同步接受太阳能发电和电动车 但分析师也提醒 太阳能发电和电动车的购买 目前还无法脱离政府补贴的保护 市场机能受到扭曲 而马斯克把电动车和太阳能发电相结合 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 市场接受度才会够高 也才会有足够的商业价值 记者徐佳人报道 地球气候暖化 北极北冰洋的海滨大量消融 成为使用海底托王的工业渔船 最新的捕鱼处女地 不过海底托王被认为是最具破坏性的捕鱼方式之一 大型的鱼网在海床上拖行 所经之处的鱼类和海洋生物 就会全部都被一网打尽 已经被对这北极海洋生态的系统 造成空前的伤害 挪威国界最北端的斯瓦尔巴群岛 当地原本随处可见大面积的海滨 随着气候暖化 如今已经消融成漂浮在海面上的碎滨 少了大型海滨的障碍 也让许多商业托王渔船 得以直闯北冰洋 开发这块捕鱼处女地 托王捕鱼被视为对海洋生态 最具破坏性的捕鱼方式之一 大型托王在海床上拖行 沿途一切海底生物 全都一网打尽 当中甚至包括数百年历史的珊瑚 也都遭殃 国际环保团体绿色和平 7月中旬前往北冰洋 利用先进的探测器 深入海底评估托王捕鱼 对海床的伤害 同时也针对当地最大的托王渔船 来自英国的科克埃拉号的 托王捕鱼作业进行观察 并要求该渔船提供他们的捕鱼计划 根据预测和平的数字 科克埃拉号的托王 一次能捕获40公吨的雪鱼 数量惊人 这对雪鱼的成长 一定造成毁灭性的伤害 正在呼吁挪威政府 必须挺身而出 拯救北冰洋的生态体系 英国每年要进口10万公吨的雪鱼 如今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 大型运货公司已经同意 必须保护北极的海洋生态 但这项协议不是永久的法律 更不具约束性 这也意味着北极海域的珍贵自然生态 在气候暖化的效应下 依旧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 记者就人先报道 日本铁路临近山区的路段 最近发生很多野路误入轨道区 被火车列车碾壁的意外 日本山区的野路很多 每年火车碾壁野路的事件至少就有300件 研究人员就指出野路爱到铁轨区 是因为他们喜欢舔铁轨来补充铁值 铁路公司现在就决定要设置野路平交道 强迫路群来守规矩 天使画面中可以看到小鹿从左边栅栏外闯入铁轨 不停闻着铁轨 时不时还伸出舌头舔一下 就连远方火车来了也不闪避 日本近年来 竞技日本铁道的临近山区铁轨路段 时常发生野生路群闯入铁轨 遭到列车碾死的意外 光是2015年撞死铁路的事故就有300件 平均2000一件 是统计以来最多意外的一年 让铁路公司伤透脑筋 为了防止野路进入轨道 铁路公司曾经在轨道两旁 夹设12公里长的仿路绳索 但却没想到小鹿一样钻过绳索 跳过栅栏进入轨道区 为此铁路公司请来专家调查 发现野路的脚印跟足迹 遍布铁道两旁 分析路池行进的路线 加上知道野路会用舌头舔铁轨 是为了补充身体体内的铁粪 铁路公司决定设置野路平交道 让路只也能够守规矩 除了在出没区 加设网状铁丝设定五个路段 可以让野路通过 在路段口设置超音波仪器 放出动物讨厌的音波 在列车要经过铁轨前 超音波会启动 等列车通过之后 才停止超音波 果然这样一来 野路开始守规矩了 在设置野路平交道之后 猎车撞死野路的意外事件 再也没有发生过 但根据日本环境省统计 过去四十年 因为高龄化跟后继无人的因素 日本猎人人数只剩下五成 导致野路的数量 曾找到过去的两倍 达到350万头 未来的铁路公司 将可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考虑同样的方案 减少动物闯入铁轨 发生的意外 记者全新通过岛 日本雄本地震 到现在已经快四个月了 但是重建复旧的工作 本月才正式展开 受灾严重的南阿苏铁道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 不要废除 赶在上个周末 让40%受损较小 安全无余的路线 是重新恢复形势 气笛声响起 伴随着月台上 当地民众的欢呼 南阿苏铁道服役 最久的MT2000柴油火车 欢欢驶离 最东边的高森车站 这是今年四月中旬 雄本地震 造成全线停事以来 南阿苏铁道第一班 发出了火车 激满小小车厢的大朋友 小朋友 从车窗看到 久违的田园景色 充满了既感伤又兴奋的情绪 原有的日本国铁 改制成为JR之后 属于特别支线的南阿苏铁道 就由雄本县南阿苏村等自治团体经营 作为地方交通观光的重要支柱 今年四月中旬的雄本地震 除了造成1700多人死伤 估计雄本城和许多民宅严重损坏 南阿苏铁道也因为多处摊坊 路基流失而全线停驶 经过专家的评估 在总长17.7公里的路线中 高森道中松 这段7.1公里的路线损坏较少 稍微修复后随即在7月份试车 并于上个月周末恢复营运 重新上路的MT2000系列 占定一天四个半次来回 至于什么时候可以全线恢复 日本媒体的报道指出 一方面金额预估高达30亿日元 身为股东的地方政府难以负担 另一方面在中松车站以西 也就是目前无法通车的 10公里多的路段 包括路基、桥墩和隧道 损坏都相当严重 现阶段还无法确定 恢复通车的时间 记者徐佳仁报道 魁为九年后 《哈利波特》最近又出了出版续集 但是这一回不是小说 而是剧本书 书名就叫做《哈利波特与被诅咒的孩子》 新出的剧本书和舞台剧 上周末推出之后仍然很受欢迎 舞台剧的预售票都卖到明年五月了 但是有书品认为 故事的内容其实是比不上前面七本小说 《哈利波特》首度推出舞台剧 粉丝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 伦敦剧院前排了长长两条人龙 这出舞台剧 号称《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第八集 剧本书也在隔天卫市 内容设定在小说完结篇 也就是《哈利波特》打败佛蒂摩 19年后长大成人 要身变成三个孩子的父亲 担任魔法部长 轮到他的儿子活在家族盛名的阴影下 罗琳在1997年到2007年的十年间 陆续写了《哈利波特》系列七本小说 还被拍成电影 书中奇幻的魔法世界 是许多孩子共同的成长记忆 小说被翻译成74种语言 全球热卖4亿5000万本 屡屡创下最上销小说记录 而这出舞台剧 虽然由他提供共享 和剧作家索恩及导演迪芬妮 共同合作 然而剧本并非他本人操刀 不少书评对内容感到失望 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幻想法 并且在七个诗词 有时观看新的节奏 我感觉新的节奏 尽管如此 哈密们对新书和舞台剧都很捧场 新书在伦敦推出三天 就狂卖68万册 在美国书店 也是预购最热门的长销书 至于舞台剧的魔法特效 则令人大开眼界 上演后嘉评如潮 目前哈利波特舞台剧 明年五月之前的预售票 已经抢购一空 记者都昏迷不到 今年夏天真的太热了 超暑就成了最大的商机 美国纽约市最近就冒出了一座 快闪式的冰淇淋博物馆 参观者可以享用各式的冰淇淋 还有多项的互动式游戏可以体验 百货商场吹起的快闪店旋风 也吹到了文化艺术领域 纽约街头这个夏天 就冒出了快闪式冰淇淋博物馆 六个展间的体验区 参观民众一进去 马上就可以先享用 一球免费的冰淇淋 有食品科学家精心调配 只有在这里才吃得到的 特质款冰淇淋 每一个星期 还有不同的知名冰淇淋业者 来助管 像是Black Tay 与Art Fellows 策展人是这位 年仅24岁的邦恩小姐 据她表示 这座威力旺卡风格的展览 实现了她的童年梦想 每一个展间都设计了 不同的体验室活动 享用完冰淇淋之后 来到的这个展间 是吹糖气球 气球里头灌了氮气 咬下一吸 民众的声音会变得怪腔怪掉的 而这个和儿童沙坑有异曲 同工之妙 撒满一万一千磅糖粒的大型游泳池 让许多参观者玩翻了 不光是用手脚体验 有些人干脆整个人躺下去 试试在糖堆里打滚 是什么感觉 巧克力室有巧克力喷泉 还有虚拟实境的巧克力影片 至于这个游戏馆 有冰淇淋三明治秋千 以及冰淇淋勺悄悄版 由于是快散博物馆 暂期直到八月底 有机会造访纽约的人 不妨抓紧机会 到曼哈顿的肉品加工区 去瞧一瞧 记者王贺文这里报道 里面奥运的游客 除了观赏运动竞技 当地的雨林 也是全球唯一 可以看到野生金丝融猴的地方 金丝融猴它身形娇小 一度濒临灭绝 如果真的要在一探雨林交客的真面目 循着他们的声音方向去找 这没错 导游手拿天线走进雨林 不久果然传来正在寻觅的救救声 您没听错 这个声音不是鸟鸣 而是来自全身披着亮橘色绒毛 伸长约26公分 重600公克左右的金丝融猴 金丝融猴体型娇小 毛色讨喜 原产于巴西东南部雨林 过去常被卖到国外当宠物 或送到动物园展示 40年前 研究人员赫然发现 都市和农地迅速扩张后 雨林遭到无情破坏 金丝融猴濒临灭绝 野生数量到了1990年代 仅存150只 于是有心人士 在距离里约约70公里处 成立了保育区 主要工作就是促进金丝融猴 交配繁殖 终极目标则是富裕雨林 让金丝融猴回归林间 保育人员说 刚开始野放时 金丝融猴常面临 掠食动物的袭击而丧命 或找不到食物或或饿死 如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 雨林内有多达150种 花果昆虫可供使用 野生金丝融猴的数量 也已经倍增到3200只 这处金丝融猴保育区 距离里约大约两个小时车程 不适为观赏里约奥运之余 探访当地风土人情 了解生态环境的好去处 记者都昏迷不到 披着羊皮的狼 是形容一个人外表温寻 内心奸诈 很少人知道这个世界上 真的有披着羊皮的猪 发源于欧洲匈牙利的 曼加利茶猪 拥有跟绵羊一样的长卷毛 不仅外形可爱 而且肉质油花丰富 是顶级的肉品食材 这里是新阿里首都 布达佩斯郊区的农场 任有一身长卷毛的曼加利茶猪 正低着头开心进食 模样相当可爱 曼加利茶猪的食量非常大 脂肪可达体重的50%到60% 成为猪肉界的首选之一 这些都是因为曼加利茶猪的 生长速度非常缓慢 这些是比较更快的 比较肥油花丰富 当时还有一肥油花丰富 现时还有一肥油花丰富 在约2、20公斤中 都能够放在约2、20公斤中 4、2、10公斤中 我们有一肥油花丰富 我们用约3、20公斤中 基本上的约3公斤中 我们也够放在约4公斤中 这些是150公斤中 这些20、24公斤中 我们能够放在约4公斤中 飞的捲毛的曼加利茶猪 出产自匈牙利、澳地利 和巴庚半岛一带 曼加利茶是匈牙利语 就是油花猪的意思 西元1833年 已由匈牙利皇室饲养 但因为生长速度太慢 饲养成本太高 因此奥匈帝国垮台后 猪农已渐渐不再饲养这种绵羊猪 到上世纪1980年代 曼加利茶猪几乎并临绝种 直到1990年代才成功富裕 由于这种绵羊猪的肉质细腻 油花盘满 也成为制作香肠跟猪排的上等食材 更被许多大厨 拿来跟神户和牛相提并论 曼加利茶猪的价格 每公斤猪肉要价644台币 比一般肉猪要贵三倍 目前匈牙利境内更有20万只曼加利茶猪 2004年匈牙利国会更宣布 它为国宝及食材 2007年英国跟美国分别引进这种绵羊猪 并且顺利翻之成功 记者就能听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下星期同一时间 全球现场漫游天下 我们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